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妹 那时候我们就插了 美国的一个霜 就是对于大概熟灵的女生来说 因为可能在荷尔蒙方面就不一样 我们就觉得女生该调整这个 就发觉真的有用 后来我的这个姐姐呢 她就去把这一罐霜拿去研究 看里面到底成分是什么 所谓的认识的朋友姐姐 对一个大姐 一个合作的大姐 我们真的很好 好到上节目的时候 如果我今天要上节目 那可能我衣服穿这样 那可能我的内衣颜色不对 我们都可以到后面去 她脱下来她的借给我穿 她不对 我可以把我的袜子脱给她穿 我们好到这种程度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大概拿出了70万 70万然后我们去研发 就开始做这个霜 还没有正式说上跪 但是我们已经有那个sample出来 有给很多朋友去试用 效果都很好 那后来到成品出来了 我们要去申请字号的时候 那时候就说要办一个小型的发表会 就可能几个贵妇朋友一起 然后跟大家分享 先不要买 你们先试用 那试用有小瓶的 你们觉得OK 有感觉有feu 你们要买再买 就你知道效果超好 我们第一次发表会之后 所有的贵妇全部都买 你后来这姐姐就说 那我们把它做大 一次的量就是成分从国外买 我们多买一点 这样调配 然后就又增值了20万 就等于90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姐姐大概看了什么资讯 就发觉说其实大陆做保养品 也是一个市场 那就想到 如果我们可以打进去的话 真的不错 那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就接触到 一个男艺人的前妻 然后就联络上 他就很热烈 你知道吗 他知道我们有这个东西 他就开始 他就跟我们 第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聊的时候 他就听我讲 讲完以后 他就自己开始擦 然后我告诉他说 擦了之后怎么样 我说你慢慢去感受 他觉得不错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你们给我几罐几罐 就是成品 大概那一次就拿了20罐 他就说他拿回去大陆 跟他的那些几个 几个一起开Salon的朋友 试试看 然后觉得怎么样 后来他拿去之后 他回大陆的 大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就打电话给我们说 你再给我几罐 那我就跟姐姐讲 我说不对 我送我的朋友 我每一瓶都还要付成本价 他拿这20罐是都没有付钱 那他现在又要几十罐几十罐 那钱在哪 为了十几亿人口那么大的市场 计较这几罐 可是有成本啊 那不如你跟我们先购买 或者是我们先打好合约 我就觉得不对 然后这个姐姐就说 那请她最近再回来台湾一趟 我们是把这个合约讲好写好 然后他就说你们东西先寄过来 因为我现在这个市场已经 有市场了 你们要这个时候放掉吗 我们可以先经营的部分先经营 就讲得很漂亮很好听 然后姐姐就跟这个前妻联络之后 他就说好 我下个月会回台湾 那我们都讲好了什么什么的要 合约要怎么你什么都讲了 结果时间到他没有回来 他没有回来我们开始打电话 他就说他在忙 然后传讯息给他 已读不回 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 因为按理说他这样拿的东西 那到后来我其实有一点点翻脸了 我说那如果不合作没关系 那我们把前面那些该结的就结 因为你还是有成本 你要把成本给我们 那时候就在想说 他会不会去大陆自己去研发了 我们就在防这一点 因为如果真正在做这一块的人 商品拿去是可以分析出来 是有什么成分 只是比例多少 他不知道抓的准不准 结果听说 听说啦 他在那边也找人去配了 但是成分没有像我们这边 比例抓的这么好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应该要回来一趟 该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 然后我这句话过去之后 我的讯息再也没有读过 然后手机电话 就不通了 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 那我不知道他跟这个姐姐谈的怎么样 那我就问这个姐姐说 我们是不是被坑了 然后姐姐说他应该不敢 但是后来一直互动互动到最后 是完全找不到的 那他们说去找前夫 我说这跟前夫没有关系 我们如果去跟他前夫讲话 他了不起告诉我们说 有哪些电话可以 也许可以联络得上 但是我们去找前夫是不对的 但后来我还是把这件事情 辗转跟他前夫讲 他前夫就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找他合作 他本来就在骗人的啊 你为什么要相信他 你知道我当场傻了 我说那他拿那些东西去 多少钱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这是个骗局 开会讲了我都不懂 我只能坐在那里 我也很尴尬 我说那卖掉好了 他说那等以后 如果有新的股东进来再说 好这钱就没了 这个投资保养品的90万 就这样就没有了 但你目前如果他没有退给你 你还算是股东之一啊 是啊问题是就停摆了 从今后面 公司也停摆了 对啊 然后他的先生好像 他先生有做其他生意在内地嘛 那好像是被坑了不少钱 就他先生倒了 所以我再猜 是不是这个钱挪用过去 他跟我说去做别的开发 那后来听说也离婚了 就这边就是已经无解了 拿不回来了